比如說上海啊 北京這種地方 不行啊 他們先笑 沒酒餵 退錢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Stewy Bar 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是Brandon 在我身旁這位 很明顯是一位調酒師 你就可能想說 那我們要調酒師對決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位我真的不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acko 目前呢在 扣上海擔任八海經營的角色 很開心能夠上到 Stewy Bar跟Brandon一起 玩一下 耶 因為Jacko其實是看我長大的 他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在酒店更誇張的時候 就看到了 那呢 其實呢 我要介紹一下頭銜 他是2015年 台灣World Class的冠軍 你想說 哈 2015年 是哪個年代 就在2015的下一年 2016 其實就是最常上網的節目 號稱亞洲最速男 巴姆的Nick 是那一屆的冠軍 所以就是他的前一屆 但可能大家覺得 欸 怎麼沒有看過Jacko 會比較陌生 是吧 因為呢 他得到冠軍之後 他其實就往上海 那邊去發展 這邊我跟 大家介紹一下 你首先 我要先幫 Nik哥哥補充一下 是 他現在不是亞洲最速男 這是 全世界最速男 哦 是是是 我自己因為在2015年 達到了冠軍之後 其實我在文華 在MOBAR 還多待了一年的時間 在16年的6月 我拋下了這邊的一些點點滴滴 然後資深前往到了南京 因為我們在做投操師的時候 其實永遠Focus都在舊 機會是什麼 但我們不知道 欸 這水管怎麼接啊 啊 為什麼這燈化怎麼裝啊 啊 我想要去感受一下 去學習一下 怎麼樣去打造成 0到1的建築 那為什麼今天我們也要請到 Jaco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 我們請他來 幫我們介紹一下 比如說上海 跟台北的夜店跟酒吧文化 到底有什麼差 大家應該也口渴了 我們來先請 Jaco老師來 先試試一下這兩杯 來囉 熱身哦 OK 我們先做一杯比較輕鬆的 這杯酒叫 1萬米南霧 那是用威士忌搭配一些 福建的一些元素 然後去做的一款酒 首先我們用到的是 蘇人的威士忌 Jaco 老師啊 不只是台灣區2015的冠軍 他現在還是擔任 上海World Class的評審 再來這個是 鄭山小種茶 去做的一個Codeo 紅茶 但是有點煙燻味 對 會帶一點煙燻味 然後最後加了一個這個 湯姆茶 好 我們試一下味道 關鍵沒問題 好喝之後呢 放上我們的裝飾 第一個我們要丁香 把它擦在這個蘋果上面 然後再放一個肉桂 一杯簡單好喝的米南霧就完成了 好我們來試試看一下 米南霧 欸好香哦 怎麼樣 這個酒不錯耶 好嗎 對 不是這樣米南霧 我覺得這細味堆疊 它會變成一個 完全沒有加檸檬對不對 對 但是它會有一個那種 檸檬紅茶 還有柑橘的口感 而且這個 剛剛是用威士忌 我看你這只有Stirr而已 這個是 非常清爽耶 我滿意外的 好喝 好喝 好 那我們今天來試下一杯 OK 下一個我們來做一個 跟北京有關的雞尾酒 每次我去北京呢 朋友總是帶我去吃蒜羊肉 那除了蒜羊肉之外呢 永遠都是什麼 不管吃什麼都是麻醬 麻醬 還是麻醬 吃麻醬跟花生醬去勾兌起來 那個麻醬 那於是呢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來做一杯以麻醬 為代表的一個雞尾酒 首先呢我用麻醬去脂肪水洗 把它的風味呢 洗到這個威士忌裡面 花生 芝麻都是有什麼 堅果風味的 嗯 於是呢我選了一個粉酒裡粉 好 所以你有有沒有發現 這個搭配很像什麼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 芝麻 烤一下你來 蒸果 然後還有剛剛說的 花生 蒸果 然後再加上苦精 威士忌 一個甜 再一個苦精 有沒有發現很像 這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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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苦精 威士忌 OK 果然是專業的喔 嗯 對 好 當我們把這三個 都加這個材料都加進去之後呢 還是要試一下味道 嗯 等一下吃下去 OK 最後拿出來自於帝都的 小湯呼嚕 靈魂所在 放進去 哇 這杯 精神老炮 精神老炮 完成 鬥手 這組合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呢 我一直覺得是 威士忌是非常適合游洗 這個手法 留風味在裡面 然後它的油脂感 因為可以讓 威士忌烈酒變得很圓潤 還附了這個 湯呼嚕 小湯呼嚕 它帶點酸度 就解膩 所以這整個整體 我很喜歡 那這邊我就好奇了 我想問Jacko老師 上海他們的風味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嗎 其實老實說啦 大家在飲食這一塊呢 跟酒水肯定會有一些些許的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大家對於平衡 其實大家的口味還是一致 比如說你做了一杯酒 我們通常一開始在學挑酒的時候 都是先把酒味蓋掉 對 然後客人會一喝 哇好好喝 沒有酒味好棒 我不要喝酒味 那你喝酒幹嘛 但如果你在譬如說上海啊北京這種地方 不行了 他們心氣喔 你一喝沒酒味 胃泉 如果你讓他感覺喝起來沒有酒味 然後他是會覺得說 你這個作品也許是達不到他的要求 所以這個是有一些 調酒文化上面的一些不同的差異 那酒類的價格 上海平均喝到差不多一百塊上下吧 那差不多 換算差不多四百五台幣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問Jacko老師 上海人會怎麼樣玩 因為像台北呢 可能我們講出的是CP值 其實我記得小時候我們在台北玩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吃個飯 然後吃個飯之後 不一定會直接找一個 下一站 可能會先回家 然後換個戰袍 啊 是是是 然後差不多 11點半12點了之後 其實明明還在抓頭髮 大家就會說 先說我在路上了 啊 對對對 那其實通常差不多 抵達戰場的時候已經是12點半 然後那個時候 诶 正準備就是大家已經氣氛到上海了 真的 不過在上海的話 會來的比較早一點 嗯 大家可能吃完晚飯 差不多九點半十點 就會先到酒吧 酒吧夜店 已經慢慢的要開始 差不多在十點半 11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人其實已經開始 聚集起來 因為我們可能11點 還在排隊 是是是 還在限流什麼之類的 在上海的話 可能11點半 12點已經開始炸了 哦 那還有下一個問題是 上海的Core跟台北的Core有不一樣嗎 呃 這個確實有有蠻大的不一樣 台北的Core 營業時間是從大概九點開始 嗯 那上海的Core呢 我們從下午三點就有下午茶 然後有晚餐 然後Lounge時段 然後最後12點過後 可能會比較多夜店元素在裡面 那再來是 在Core上海的這部分呢 我們會提供更多的餐食 我們剛剛提到下午茶 所以說你可以把它當成 算是一個Super Lounge 欸他其實跟SLAVine相 那SLAVine它的景觀呢 會比Core上海來的更漂亮 上海也會有一些景觀的學畫 比如說在外壇那邊 嗯 但層高沒有像我們SLAVINE台北那樣 這麼的高 既然我們講到景觀 是 讓我帶你RUN一下 我們SLAVINE 安排 安排 走一個 我們去逛景觀之前 我們先欣賞一下我們的吧台 有沒有很漂亮 非常漂亮 這個是用全銅汁 長達9米 嗯 然後去打造 你知道為什麼全銅汁嗎 這邊很多銅汁會來嗎 喂 不是 是因為 Pastio 就是我們在做烈酒的時候蒸餾器 蒸餾器 對吧 也是銅的 也是銅的 VCC專業出來 對 我們就跟酒精一樣 它出廠的時候 在那個銅的環境 我們現在喝的時候 也在銅的環境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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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這個view 欸這個view超讚的耶 說到這個 是 考一下你 是 你知道我們在台北 這個叫做包廂嗎 對 那你知道上海的話 這個叫做什麼 不一樣嗎 欸 確實不一樣 叫什麼 叫卡座 欸卡座 那你們的包廂是什麼 如果在上海的話 包廂通常會是指 比較VIP那種 Private 私密空間的 那個叫包廂 語唱歌啦 KDB那種 常常叫包廂 這邊呢 我就要問 比如說像卡座啊 通常的消費是多少 你剛才是不是沒有帶跑了 對 包廂 包廂多少錢 平日的話 差不多是8000左右 可以大概做差不多8到10人 假日的話 會是在2萬2 那酒的價格呢 酒的價格的話 我們基本上 比如說你香兵 當然會介於在6000到2萬5 那上海呢 上海的話 其實換算下來 不會差太多啦 上海的話 可能 保養的費用稍微高一點 可能平日的話 會落在 大概3000人民幣左右 換算成台幣 可能1萬出頭一點 1萬出頭 好 那 假日的話 可能會Double 6000 差不多 2萬6 2萬8 2萬8 稍微高一點點 他的觀眾不知道是哪個級別的香檳 好 我們先來請 請這樣 來 這個呢 6000嘛 還有這個 黑桃A 黑桃A是多少 2萬5 2萬5 2萬5A 這就是 所謂 老舌歌手 JZ投資的 那時候呢 他不是唱了一首歌 那裡面加入黑桃A的香檳 就大家點爆 不然才發現 那是他投資的一個 上海那邊也會有那種香檳Girl嗎 或是什麼 會的 而且我們曾經有一個晚上 然後那個客人 因為很開心 然後也很享受當下 對 一次開了 60瓶的黑桃A 60瓶 哇天啊 香檳魚排出來 就已經跳到 腿要軟 剛聊到香檳的價格 可能有一些觀眾 他會覺得 被價格嚇到 其實真的不要怕 其實這邊呢 平常的閃客啊 不管平日假日 低銷只要一杯酒 對你花個一杯酒酒的價錢 然後就可以逛逛 你看我們如是飄的美景 多棒啊 全台北最亮的亮仔 跟亮仔都在這邊 哈哈哈哈 是沒錯 那這邊呢 我要跟觀眾說 假如你還有任何 想說想要比對的時候 上海跟台北有什麼樣的差異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會私訊 Jaco老師 請他幫我們做回復 最後一定要有個小驚喜 有 這是一定要的 蹦迪走一個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 安排 喔 Salud Salud 欸這有點搭配喔 喔 微信的感覺 配上101 讚 我們SiriBar下回見 掰掰 拜拜 拜拜